我其實很欣賞 要說我可以頒進去獎的話 我已經投給他一票 其實我剛剛睡醒 剛睡醒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是下午一點開直播 我原本想要刻意去pass掉這個直播 因為我一定會忍不住去看 然後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我前一天熬夜到早上 七八點才睡 然後睡過去這樣子 但沒想到 到了一點的時候我自己還是準時的 就突然醒來了 沒有攝鬧鐘 某種 細胞群 我要去看這個直播 在看的時候很緊張嗎 其實就是一個半睡飯的戲 所以 其實不會緊張 就只要公佈自己入圍 我其實都覺得 然後很入圍 這樣代表要吃什麼 這樣子 我邊看UberEats 邊 邊 看直播這樣子 知道自己入圍的時候 就覺得 喔 喔 入圍了耶 那跟誰分享 那先跟誰講 然後那時候剛好正在點咖啡 然後就在咖啡的備族就打說 我入圍請取獎啦 呵呵呵 所以 所以你是跟咖啡 咖啡店店員 分享這個喜訊 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收到我這個喜訊 然後後來寄來在咖啡上面就寫 恭喜入圍 好像 打開LINE還Facebook 可能就有別人貼給我了之類吧 就欸你入圍了恭喜 這樣子 對啊我都刻意避開跟我媽講 不想要讓他太早知道了 不然他會 他會一直恭喜我 他會打很長串的恭喜文 呵呵呵 兒子看你這些年來這麼辛苦 然後我每次看到那種很長的 我覺得就是 有點 這個叫什麼 多麼 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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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就會 隨便傳一個表情符號敷衍他 呵呵 但面對自己家人的時候 其實反而更 更沒有辦法 處理這樣子的 事情 我自己 就雖然你深深的感謝是 是有的 但是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點難不要打出來 我其實 很欣賞Yellow 其實在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他 黃瑄他那時候主樂團叫做飛之河五次郎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我就在follow他們了 然後那時候算是他們的粉絲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們算是一種 民一般的存在的那種 就是 只見其名不見其人的 的樂團 所以後來他組成Yellow之後 現在一起入圍就是一種 跟偶像一起入圍的感覺 說實在要是他拿的話我也覺得 完全OK 要是我可以搬金曲獎的話 我一定投他一票 對 通訊 算是